台中西屯中港澄清医院 医护人員忙進忙出 因为十一号金船一名男子 被丢包在急诊室外 他全身伤痕累累疑似 遭到殴打重伤 为了厘清石英 检警安排解剖验尸 初步调查后发现 死者是一名如姓男子 因为欠下五十万的债务 六月十一号被六名嫌犯 强行掳走 十一号下午从台中 被带到南投水里移除公寮软禁 其中三名嫌犯对他拳打脚踢 甚至持鈍器围毆 当天晚上一群人发现 死者失去意识 赶紧将人带到中港澄清医院丢包 但他身上多出外伤 经过医院急救人宣告不治 法医研判会在短时间内将人打死 殖民伤可能救世在头部 检警目前已经逮捕祖贤 周姓男子等六人 其中动手的三名共犯 涉嫌过失致死遭到羈押 另外两名皇姓男子及许南哲 涉嫌妨碍自由 最后交报 但还有一人在逃 一群人只因为五十万的债务纠纷 就痛下杀手 还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警方还要再厘清 新闻王仲军 賴文忠何昆元采访报道